欢迎回来全境封锁2 大家好,我是老师 好,今天我们要尝试一个不同的玩法 就是拥有顶尖暴击几率 再配上标高的暴击伤害就失了 简单来说,四个字瞬间爆发 这一次的配装还是以高红属性的玩法 非常的遗憾,这次的蓝属性是不多 生命值也是少过5万 不过先尝试这一次的配装 然后有机会的话就刷一刷装备 看看能再提高蓝属性和生命值过5万或6万以上就非常好了 这次的配装只需要有顶尖60%暴击几率 有过50%的暴击伤害 过20%的武器伤害 过35%的突击步枪伤害 最后的是过90%的对精英伤害就可以了 再提到瞬间爆发的话题 那今天我们要看的天赋就是 抹灭性破坏 如果有顶尖暴击60%的几率 那这个抹灭性破坏的天赋就非常好了 在还没有开始之前 今天老师要介绍新的感觉 就是三大元的玩法 只要满足需求的条件 再启动天赋 那就会享受这三大元的感觉了 当然最重要的第一元的感觉是什么天赋呢 就是刚刚我说的 抹灭性破坏 虽然大家都会有这个疑惑 哇哦 持续5秒这个天赋有用吗 答案当然是有啊 如果大家有顶尖暴击击率 和过50%的暴击伤害 那这个天赋真的有用了 虽然持续5秒钟的天赋 不过这个伤害就是瞬间爆发出来的啊 简单来说 这个天赋是对自己的击杀敌军的几率比较高 也就是说在多人模式作战中 对击杀几率会比较好控制就是了 说到击杀这个话题 那我们的第二元的感觉 就是这一个天赋了 嗜血 条件就是击杀一名敌军后 再换一把武器 就会享受加35%的武器伤害 我个人觉得挺不错的一个天赋啊 这个天赋持续时间又是5秒钟 又再一次的疑惑 这个天赋有用吗 答案当然还是一样有用 在这短短的5秒钟 你的瞬间爆发的伤害真的是非常惊人的啊 最后我们就看这个第三元的感觉 很简单 没错 狂战刺 再配武器天赋压力死然 如果这全部天赋同时一起启动的话 那就会享受这个三大元的感觉了 好三大元的感觉已经是简介说了 现在我们就要看武器啦 克制P416G3 这把突击步枪应该不用我多去介绍吧 主副武器都是一样的 没错就是双突击步枪 主要的武器天赋当然是压力死然 差别的就是加大天赋 加20%弹虾容量 和快板天赋加10%射速 个人感觉这两大天赋 对抹灭性破坏和嗜血天赋是有帮助的 至于改造模组 武器配件都是一模一样的 自己拿来参考一下就行了 下一个就是奇特手枪自由 有了这个独立自主的天赋 那这个配装也算是破坏者的玩法了 我相信这点应该不用我多去解说吧 好这一次的配装可以尝试有什么不同的感觉 那就要看看这一次的表演了 那我们快速了解和看看这一次的配装 然后继续我们的表演吧 Let's go Let's go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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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